久降風起 所以呢又到了這個曬世比的季節 今天啊 淑莉的氣象趴趴夠 好不容易啊 又出來了對不對 哇真的是啊 接二連三的颱風 然後呢再加上淑莉感冒啊 所以呢 我已經五個禮拜都沒有出來趴趴夠了 今天呢其實淑莉的感冒還沒有好 但是呢我已經迫不及待啊 想要出來曬曬太陽 然後我就想說呢 要曬太陽當然就要來到 這個陽光啊最強 然後曬得最舒服的地方 就想到說呢 這個季節就是曬世比的季節 所以今天呢 淑莉就來當世比啊 來被這個新竹新虎的太陽好好曬一下了 我們知道呢 這個新竹的新虎世比 每到這個季節啊 可以說呢是台灣人 甚至呢是國際喔 觀光客喔 要來朝聖的地方 怎麼說呢 因為啊這裡曬世比的畫面實在是太美了 尤其呢你知道嗎 這種啊堅持傳統的古法 而且呢再加上啊 我們客家人質服的精神 可以說呢是我們台灣最棒的台灣印象了 所以喔 公主在曬世比啊不知道啊 觀眾朋友啊 甚至還有很多人啊 沒有來看過 阿爺搞不太清楚啊 什麼鬼叫做世比啊 以前淑莉啊沒有來這邊啊 報導過世比的時候 我還真不敢吃世比呢 所以今天呢既然來到這 當然還是要請啊 我們這個國際名模 唉為什麼說呢 這個國際名模 就是我現在身邊的大姐 唉呦二姐 因為呢實在啊 太多了這個攝影家啊 還有這個攝影朋友們啊 把我們這美麗美好的印象啊 傳到國際去啊 所以呢這國際有人啊 來到這邊啊 屬裡都不認識你知道嗎 就認識呢大姐跟二姐啊 好嘍所以呢 唉大姐啊 唉我們要來問一下囉 唉這個曬世比的季節啊 是幾月到幾月啊 唉九月中到一月初 喔九月中到一月初啊 唉那大姐我想問一下喔 有時候啊 我們喔這個世比啊 上面還白白的喔 那喔 跟我們喔 這個黃黃沉沉橘橘的 世比有啥啥分不清楚 來大姐我們現在這邊啊 有三盤對不對 你來問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盤是橘色的對不對 唉圓圓滾滾的就是飾餅啊 對 好那我想問一下 這飾餅是曬多久變成這個樣子 七到十天 七到十天啊 能曬成的就是飾餅囉 看到這個我可以咬一口嗎 當然可以 嗯 尤其喔今天大姐二姐說啊 今天我來到這就對了 重感冒啊 客家人最傳統的潤沸 對不對 而且保養紅龍的這個 十方就是這個飾餅跟飾霜 對不對 對 好那這個是下了七到九天的飾餅 可是呢我們又看到了 這邊有白白的喔 唉請問一下這一盤啊 又是什麼啊二姐 這個是飾肝 飾肝喔 以前呢我看到飾肝的時候都不太敢吃 因為我以為它發霉了 你知道嗎 我實在是有夠沒知識也有夠沒嘗試的 可是呢來愛姐你告訴我們啊 為什麼這個飾肝上面會有個白白的啊 因為這個霜喔 是蠻珍貴的飾量牌 它是可以更肥 還有任何 喔 那這個字呢 做多久啊 這個製程最少要四十五天至五十幾天 喔四十五天到五十幾天 變成飾肝 好啦那另外這邊有一盤更醜的啦 來來來 欸八姐啊 這一盤更醜的是什麼啊 雙醬飾肝 這個更醜聽說是極品啊 是最珍貴的 比飾肝還要珍貴啊 為什麼 因為它在冷凍庫裡形成 所以要做成飾肝之後 放在冷凍庫 兩個月到三個月 它才會霜 才會長得滿滿的 才會長出這個滿滿的霜喔 而且甚至要這麼厚的霜天啊 兩到三個月沒有辦法 可能要半年一年對不對 對 而且呢 我告訴大家 今天呢 所有喔 這裡啊 的雙重飾肝 就是這麼一盤嗎 沒有啦 嗯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飾肝就不夠了 所以這個 這個比試是十二月才出 喔 要十二月才有這個長長的比試 而且呢 這個通常啊 還要放到半年一年才會有 所以到明年二月的時候 它才有一天活活的爽 而且 三月五月也就好 然後 既然叫雙劍 就是它的等級 是所有裡面 市民裡面最高等級了 只是 而有集體 而且呢 有很多的葡萄糖 都是自然形成的 對 能夠自己長出來 自己長出來的 對 為什麼把這盤呢 拿出來 因為呢 大姐二姐對的最好 知道了 正感冒 就正需要這個對不對 是啊 對 所以一定要吃 哈哈 大概 就是你要吃 好 那但是呢 今天啊 大會議員二姐呢 要保護我們 其實呢 你吃不到這個集體的雙醬飾餅 沒有關係 對不對 保養喉嚨 還有另外的好方法 阿姐是什麼 飾餅茶 飾餅茶 我知道 今天叫飾餅茶 就是把這個飾餅嘛 把它丟下去做茶就好啦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乾脆有雙的這個飾餅 啊 啊 所以要煮飾餅茶 要不能用飾餅啊 不是 一定要用這個飾餅 才能夠煮飾餅茶 對 哦 為什麼 所以飾餅茶 我們先來說材料好了 就是有我們這個飾餅 是 然後這個是 茶葉 對 一般什麼茶葉都可以對不對 對 嗯 那這個用是什麼呢 OK 這個算加掉的 對 就是 荊棘啊 哦 荊棘的葉子 對對 三種放在一起 待會兒阿姐呢 就要來幫我們示範呢 這個飾餅茶 因為呢 這也是客家人傳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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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